4月14号的下午呢 微博上传出了噩耗 在美丽的七月中 饰演了范茗妈妈的演员 百青的音频去世 享年76岁 对 在电视音频上 百青老师饰演了很多的角色 有不少都是慈祥而睿智的母亲的形象 在这些影视角色当中呢 我们或多或少都会看到自己身边长辈的影子 而如今呢 百青老师已经驾驾西去 我们也只能通过他的作品来追忆他 百青享年76岁 祖籍吉林松原 老人因应当脑病晚期于4月14号15点30分病逝 望老人家一路走好 百青这个名字你可能有点陌生 但老人生前塑造的角色 却总有一个让你记忆犹新 因为就在今年年初 由他和宋丹丹泛明主演的电视剧《美丽的契约》 还在东方卫视播出 掀起一波看剧热 我跟你说啊 今儿个 你得把事跟我说清楚 你还得一次性的说清楚 别像挤牙膏似的 一点一点的挤 1938年 百青出生在吉林 是个平滩演员 直到退休后 他才开始踏入演艺圈开始拍戏 在18年的时间内 他先后出演了21部电视剧 9部电影 2004年 百青和龚汉林一起合作小品 都市外乡人 踏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而他那句粤语的不知道 更是成为了当时的一个流行语 而生活中的百青也相当乐意当大家的奶奶 说我这么个不起眼的老太太 他们怎么这么喜欢我 我就不知道 就连这么大孩子 好像我在隔壁那个饭店吃饭 他朋友说话来了 然后奶奶 你能给我拍张账吗 我说为什么 我喜欢你 又比我乐 因为新的地 奶奶我们会想您 综合报道